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夏日微風的老闆娘 主持人BECA來介紹我們專訪 BECA妳好 主持人妳好 BECA想先請妳分享一下 妳這麼年輕啊 是什麼樣的起勤動力 會讓妳自己想出來創業呢 就是剛開始我會有接觸 這一個行業是因為我媽媽的關係 喔 是 對 她以前有開過刀 然後開完刀之後也是常常會有 酸痛不舒服的問題 對 她因緣機會下認識到我的師傅 喔 然後我是想要幫我媽媽緩解酸痛 所以我才去學 喔 對 所以剛開始覺得是為了媽媽 對 剛開始是為了媽媽 讓她覺得比較舒服這樣子 是 對 然後其實我本身 剛開始沒有很喜歡幫別人按摩 喔 喔 對 然後我是後來在國外遊學的時候 然後有接觸到客人 然後幫她改善了她無時間的問題 喔 是 然後才開始對這個行業比較有興趣 喔 覺得說可以幫人家舒緩酸痛這樣子 對 就很有成就感 喔 很有成就感 對 所以妳才自己出來創業 對 那妳這樣剛回台灣的時候有沒有現在別的美容機構上過班 還是說一回來就直接創業 我剛開始其實是有在大型美容機構上班 喔 喔 是 對 但是 大型美容機構的經營裡面其實跟我自己想要傳遞給客人的理念是不太一樣的 喔 喔 是是是 就有點衝突 衝突 嗯 比較沒有自信的一個人 喔 是 然後也不太會講話 嗯 對 然後所以 嗯 我也知道在台灣其實按摩業其實算是非常飽和 尤其在台中 滿街 喔 對 蠻競爭的 對 妳們這個行業美的行業還蠻競爭的 所以 我會一直想說 欸我 我自己到底能不能 嗯 就是我有這個能力去做好嗎 或者是 我有辦法永續經營嗎 喔 是 嗯 所以 所以一開始的挫折是在妳自己想太多 自己給自己發作壓力 對 剛開始其實是就是對自己真的很沒有自信 就是覺得可能自己不夠好 不適合開 喔 真的 對 那困難呢 剛講是那個挫折是妳自己也不好 那困難呢 困難的話其實就是我們剛開始試營運的時候有在做優惠活動 嗯 對 然後回復到正式營運的時候 是 我們那個價格其實有落差 因為有優惠活動嘛 喔 對 當然又會比較划算 對 然後我們的客員就是其實會有一點有斷層 喔 對 那那個時候就是會壓力很大 喔 對 然後就會怕就是會不會沒有客人來啊 然後會不會入部付出啊 之類的這些問題 那後來有沒有想到說什麼方式去解決這個客員的問題 呃 喔是 就是增加曝光度就對了 對 因為有些人他們其實也不用不太用社交媒體嘛 喔 對 色調軟件之類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進步好介紹這樣 喔 是 後來就慢慢穩定下來 就開始慢慢比較穩定 喔 喔 那貝卡那你這樣子從事遺孕到現在啊 有沒有發生讓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讓你比較深刻的案例 讓我比較深刻的案例其實是 喔 之前有做一個客人他其實 嗯 他那時候剛進來的時候就是 嗯 你也不能說他不開心啊 但是就是看起來沒有那麼開心 就就就臉部表情沒有特別開心 對 然後他就進來 嗯 然後他也其實剛開始他也沒有跟我有很多話 嗯 然後我也只是跟他含陷幾句這樣子 嗯 那他也就是照著流程就是詢問他的問題啊 然後開始幫他做按摩課程這樣子 嗯 那結束之後他就好像感覺心情 比較好 喔 對 可能覺得你按得不錯 對 可能覺得按得不錯 是 對 然後我就有在跟他聊天 喔 他其實那時候他有跟我講就是 他好像就是是因為心情不好 所以常常會覺得這邊不舒服那邊不舒服 喔 會啦 心情會影響到身體 對 然後他也跟我分享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問題 嗯 對 然後他也有跟我講說 然後我就是 看他生活很辛苦 嗯 對 然後我也是希望可以借自己的一點點力量去給他一些鼓勵或安慰這樣子 喔 對 然後就稍微有去鼓勵他一下這樣 嗯 然後他就很難過他就哭了 喔 真的 對 然後他哭了之後他才有跟我講說 其實他有一點點憂鬱症的傾向 喔 對 對 然後他覺得跟我聊完天然後按完膜之後 嗯 嗯 身體有放鬆到然後心情也比較好這樣子 喔 所以等於說你幫他按摩除了身體上的舒壓 對 心理上也有舒壓 就是聊天 對 就是他跟你聊天然後你這樣鼓勵他之後讓他覺得心情又比較好 對 對 對 那北卡 那你們夏日微風 因為其實坦白說台中的SPA館蠻多的 嗯 那你你覺得你們夏日微風想要帶給顧客什麼樣的感受 嗯 呃 想要給顧客帶來比較輕鬆自在的感覺 喔 對 希望說來店裡有輕鬆自在的感覺 對 嗯 那除此之外還沒有希望帶給客人什麼樣的感受 嗯 就是希望客人在就是現在比較忙碌的生活 嗯 那壓力也很大嘛 對 對 然後就是 把生活壓力都很大 就是就是除了要賺錢 那也要顧好自己的身體 因為其實健康才是比較根本 喔 對 然後就是呃 希望給客人就是穩就是可以有一個固定的修復的場所 就有點像庇護所這樣子 喔 對就是大家可以長期來這邊休息啊或者是放鬆這樣子 喔就是傳遞客人健康的概念啦 希望說 欸他可以把這邊當成是一個他可以長期修復的地方 對 嗯好 那北卡內 那你覺得你們夏日微風 因為這樣台風這樣的SPA媒體還蠻多的 那你覺得你們夏日微風跟其他的SPA啊 你覺得最大不一樣的特色在哪裡呢 嗯 嗯 我知道就是現在很多按摩的美容SPA 其實他們有很多什麼看起來很厲害的一些手技啊 或者是器材啊什麼的 嗯 對那其實呃 因為我在國外有學習運動傷害按摩 喔是 然後我有學精油 喔你也學精油 然後我有學 嗯 傳統整腹推納 喔是 那我都有證照 喔 那就是 嗯 其實我 比較著重是在於就是 嗯 我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讓客人有很大的改善 效果對我來說才是比較重要的 喔 所以你比較希望說我用簡單的手法 就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客人就覺得欸 好像痠痛就會舒緩 對就可能沒有 嗯 聽起來很厲害的名字什麼的 嗯 對但是 嗯 主要就是效果 對 欸 那你們店裡面的課程有 有分 哪些系列嗎 喔 我們有 經絡按摩跟 經油 舒壓的 喔 不一樣的東西 兩個不一樣就對了 對 稍微有點不一樣了 對 欸 怎樣不一樣 你可以介紹一下兩個不一樣的特色 呃 經絡按摩的話就是 呃 他是透過 推納的手法 然後就是 讓我們的 呃 長期痠痛可以有 有效的改善這樣子 喔 對 那經油 舒壓的話 他其實也是 可以放鬆我們的肌肉 對 然後 他也可以調整我們的心情 調整我們的體質 喔 對 然後但是我覺得 經油按摩他 呃 需要更長期的去 保養 嗯 對就是你今天 可能肌肉痠痛啊 或者是有 金錢症候群這些問題啊 喔 但是他其實是需要長期的去 塗抹 去保養 他效果會比較好 喔 對 他就其實就有點像在吃中藥 喔 這種概念 經油比較像吃中藥的概念 對 對就是你一定要 其實 經絡推納也是啦 嗯 對 你也是需要長期的去做調整 身體才會越來越好嘛 對對對 對 但經油也是 因為 我們經油吸收到體內之後 其實他也 這個代謝的很快 喔 對 所以我們如果需要去調整 一些問題的話 他試試也是需要 嗯 就是長期的去塗抹他之類的 喔 對 因為你剛剛提到說 金油你也有證書嘛 對 所以 你 你也是算方的老師 你 比如說客人如果說 他喜歡這個金油 嗯 你會去幫他調製嗎 或是說你會給他什麼建議嗎 呃 會 對就是如果客人有需要 就是他如果在按摩中間 然後覺得說 欸我這個味道我很喜歡 喔 你幫他按啊 味道他喜歡 然後他覺得效果也不錯 那我可以 就是調產品給他這樣子 喔 所以你也可以客製化 幫他調配一些金油 對 或者是 嗯 他不想擦油 他可能想擦乳液之類的 喔 乳液可以稍微調一下這樣子 喔 是 乳液也可以幫他調製 對對 喔 就是都客製化就對了 對 就是都客製化 然後就是依照客人的問題 嗯 那需要的 對 還有喜好去做一個搭配這樣子 喔 對 好 那 Dega 那 雖然說你們夏日微風 還不到一年 那 有沒有一個比較近期 比較短期的 還有未來比較中期 長期的規劃跟目標呢 嗯 短期的話是希望就是 我們的曝光率可以更高嘛 嗯 對 然後讓更多的人來認識我們 嗯 然後體驗我們的服務 對 那 那中期的話其實就是希望把自己的一些經營裡面就是賺錢很重要的 但是健康更重要 對 然後要有長期固定保養的這個概念去把它推廣出去啦 對 那如果這一部分做的不錯的話 嗯 那之後又就是如果 呃有 人有興趣啊 跟我一起學習 然後跟我一起推廣這個 理念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 對 哦 然後就 中長期比較希望說有自動到達的人 他可以跟你一起把這個健康的概念推廣出去 對 就是把這種概念推廣出去 因為 嗯 對啊 對 因為真的健康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是 好 那因為 BECA你也知道台灣很多年輕人他也都有那個熱忱 有那個創意想要創業 嗯 那以你是過人人的經驗啊 你會給他們什麼樣的建議呢 嗯 其實我沒有辦法就是給 嗯 新想創業的人有太太多的建議啦 因為 現在很多創業年輕創業很厲害的人真的很多 嗯 對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算是新手 是 對 因為我也是完全就是從零開始很多東西我都不懂 對 對 那 我覺得就是 除了 就是 除了你要評估你自己的资金啊 資源 還有你自己的能力之外 對 就是 嗯 你的 堅持的初衷 哦 對你的初衷 然後還有你的 你要怎麼去傳達你初衷 你的理念 嗯 其實更重要 是 對 因為 嗯 賺錢的方法有很多種啦 對對 但是創業其實絕對不是那個最快 哦 然後就是最快的 哦 然後就是最快的 對 那他 通常我知道通常有要創業的人 他們其實一定有自己的理念 嗯 他們才會開始去創業 對 對 光光只是為了賺錢 嗯 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說其實如果真的有心想創業 可能不是以利益為最主要 應該是你當初為什麼想要做這個 你的初衷啊 對 你的理念要堅持下去 對 這樣才有可能才有可能成功 對 就是才會做的比較好 才會做比較長久 對 所以做比較長久 是的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夏日微風的老闆娘啊 朱子芸 Beka 來介紹我們的專訪 謝謝Beka的分享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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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